大家好 这一讲给大家讲的是山杂花的 放大视频 示范 山杂花的这个画法是 小写异形式我画的 先调白色 然后笔件再加薯红 画成五磅 那山杂花的侧面 我们画的花也有组合 几朵花正面的 与侧面的 向此外翻转的 和背面的 同时颜色之间也有浓淡的变化 我们上面那一只鸟 已经画好了 是上一节课讲的 单独的这个鸟的画法 与它的这个上色 与特点 大家想了解的话 可以看 之前的这个 上这方我们画上叶子 把叶子分布上去 叶子是绿色的 用花青 藤环 加点墨 我们先调藤环 然后再调花青 以花青为主 藤环有一点点 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画的是 我们现在画的是三叶花的这个花地 它有一个这个花下面拖 就是左边一个小半 右边一个小半 然后下面像叠加一半一半 画的 画地 花地 最后我们要上颜色 等它现在勾 等它干完以后 上那个三绿的 画画颜色 我们穿姿 上叶花地 那个姿干 要有转折 起伏 穿插 前后 浓淡 的变化 把花与叶子 花苞 全部串联起来 这只鸟 也是停留在 这个三叉花的枝干上面 这次我们画的是叫做翠鸟 花心 花心 我们用白色 纯白色的这个国画原料 哇 花心 花心 我们画成这个正面的花 是属于放射性的花花心 还有正面上面那一朵花是侧面的 还有背面的花心 啊 花蕊 花蕊 我们用 环色 的颜色点上 尽量点成圆点的形状 调色 要浓 调浓一些 在不会散开的情况下面 啊 尽量的浓一些 点花心 要点的饱满一点 也设计